大家好 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那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時 跟進一些金銘咖啡器材技巧的內容 所以如果你對金銘咖啡有興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每週的通知囉 OK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東西 就是這一台最新版本的黑鏡Pro 那確實這次的改版滿有趣的 那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它增加了一個流量的功能 OK 所以今天學長的這部影片 會有三個部分 三個重點 第一個部分跟大家聊一聊 為什麼流量這麼的重要 對你咖啡有什麼樣的影響 第二個部分就是這次黑鏡Pro 除了流量的功能之外 它還有其他什麼樣的更新 第三部分是我們實際來沖煮的時候 該如何利用這個流量的功能 讓你的咖啡更好喝 我用黑鏡來示範 那這次黑鏡除了原本的這邊 這邊現在不顯示 這邊是時間 這邊是重量 原本這兩個是時間跟重量 上面多了一個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是流量的功能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在沖煮的過程之中 我給水的時候 它告訴我說我們此時時刻 我的單位流數是多少 就是這一秒 我給了三克的水還是四克的水 它會顯示在上面 而且它的敏感度是相當的好 就等於說我好像多了一個參數 可以去參考說 我這時候是三克還是四克 OK 那我們來討論一下 這個流量對於各位沖煮來說 會有什麼大的影響 好 OK 我們先來講最基本的概念 假設你的給水大 也就是你的流量大 就假設你每秒給到五克 甚至於更快 你可以給到每秒六克 這時候很大的水呢 就會快速的經過你的咖啡粉塵 然後流掉的時候呢 你的粉跟水結論時間就會比較短 所以導致你的咖啡會比較偏前段 就是香啊酸氣 會比較明顯 那如果你的今天的流量比較小 譬如說你每秒可能是三克 甚至於更少 2.5克 這種 比較低流量的 給水很小 OK 這個時候呢 水壓力很低的情況之下呢 我的粉 跟水的接觸時間就會拉長 所以會讓你的甜質 後半段的味道 甜質還有巴底 就是口感的部分 會變得比較紮實 會變得比較甜 OK 那我們再 再往實際層面上來思考一下 就是在沖煮過程中 譬如說呢 我悶蒸完以後呢 像學長喜歡沖140cc 就是悶蒸40 再加140cc 然後到180cc 這一段呢 我一般會喜歡 比較喜歡用比較大的水 來做沖煮 做比較多的果酸嘛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有沒有想過說 我這140cc 我到底是 剛開始的時候給水大 還是剛開始的時候給水小 或者是說我的給水到底穩不穩定 你可能 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你可能只知道總量就是給140 那這個穩定與否呢 就會決定了你的主要線條 就是譬如說 這是一杯 莓果味比較重的咖啡 或是這是一杯橘子味比較重的咖啡 你的給水越穩定 你這個莓果的風味表現 或是這個橘子的風味表現 它就會更明確 那如果你的給水一下大一下小 一下五克 一下兩克 一下三克 一下四克 你的風味喝起來就會比較雜亂無髒 就是無味雜沉 喝起來呢就覺得好像沒有 那麼的顯著那麼明顯 所以流量控制的好呢 對於你的風味表現是會有很明顯的幫助的 而且你也可以利用這一個 流量的部分呢 去控制你的 偏前段或是偏後段 就是往酸甜的方向可以控制啦 OK 那其實其實學長之前的頻道也常常在講這個流量的問題 只是說我們沒有用數字的方式 因為我們就沒有這個工具可以去看各位的數字嘛 但是呢今天 說到第二個議題就是關於黑鏡Pro這次的改版 那它就是把這個功能呢 放到我們的秤上面 那當然呢這一次的秤呢 可以觀看外盒就知道 這個是黑鏡Basic的 之前的秤 的盒子現在是超大 這個大很多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這次 Pro 黑鏡Basic Pro 它的目標呢就是要開始往比較 高端專業一點的方向前進了 OK所以我們可以看它這次的幾個改變 首先第二部分可以看到這邊 右手邊這個是重量 這邊是它的時間 然後呢可以看它放上去以後呢 最 重量上面 這邊這一塊就是它的流速 就剛才你說的流速的部分 那這次這個流速的敏感度 我覺得已經需要目前用過幾台流速秤了 它算是非常敏感 幾乎敏感到說 它可以反應到你 極為當下的 給水的 狀態 所以這部分 它的實用性跟泛用性呢 我覺得是目前是比較可以的 不然的話如果有太多的秒差的話 你就是等於是白鏈 那個標示沒有太大意義 所以這次的流速的功能我覺得不錯 那同時間它還有一些新的功能 第一個部分是關於它的這個 格熱墊 那這個格熱墊大家可以看 它是一個全包覆式的格熱墊 它以前那種薄薄的 就一條的不一樣 是把你的三個面都包覆住了 那同時間呢 邊邊的這個 它這個 Type-C的充電孔 現在是用矽膠把它封住了 OK 那這個格熱墊跟這個 把這個充電孔的這個 電片呢 它的兩個合在一起呢 它可以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部分是 因為這個格熱墊呢 它很厚 而且呢 它的整個包覆性非常好 而且不太會滑來滑去 所以幾乎我們可以判斷了 你會 天天使用它 那就可以減少很多 就是你格熱墊不用啊 導致於說 我的下午可能很燙 放在我的側面上 放久了 可能會讓我 讓我的側面上有刮損 或者是有一點裂紋的問題 因為這邊如果很燙 長時間在側面上 沒有格熱的時候呢 就可能會有這些問題 然後同時間呢 因為 我的Type-C的充電孔 它已經是已經完全塞住了 不用的時候是塞住的情況 所以呢 它整個的防潑水的能量呢 就變得比之前更強 那 同時呢 它的電池還是1600毫安培 那使用時間就是 連續開機可以用到 一整天24小時以上 所以 目前黑鏡呢 無論是在敏感度啊 或者是說待機啊 或者說這些方方便便的細節上面 它仍然是市面上 我覺得是CP值是比較高的 使用體驗上還是相當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次的一些模式 因為這個大家很關心的 第一個部分就是 現在目前這個模式 就是手動模式嘛 重量呢 你就自己 歸零也是按自己按 重量呢 也是自己按 這個模式大家不用多說 大家其實都挺熟悉的 OK 那接下來第二個模式呢 就是這個 A出現的時候呢 就是一個 自動手衝的模式 就是當我把下壺 濾杯呢 都擺好以後呢 然後按一下 可以按一下 這邊 3 2 1之後呢 還要進到自動手衝模式 這個時候呢 我只要 隨意的給水 它就會開始 計時 你就不用去按了 那這個模式 目前也是 大家很喜歡用的模式啦 因為它可以減少一下你 按按鈕的一些多的步驟嘛 所以這個模式呢 也算是 已經用了很多年了 OK那第3個步驟呢 我們看一下 就是這個 Espresso模式 Espresso模式呢 其實 如果你家有義式機啊 或是商用的義式機 你的這個層面 能夠放到 進機器的話 這模式很好用 就是呢 當我把任何一個 你的濃縮杯 放上去的時候 它就會 自動歸零 那接下來呢 當我的濃縮 開始進入到 我的 濃縮杯的時候呢 它就開始 計時 然後當你濃縮一收 濃縮萃取完了 它就會 它就會 停止你的 計時功能 就是可以讓你進行濃縮的 種萃取時間的測量 OK 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其實也算是 蠻多 比較 智慧電子秤都有的 那接下來講第4個 模式呢 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再按一下 就出現一個 25秒的這個狀態 這個模式很好玩 就如果各位 是濃縮的玩家 或是你是店家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有 秤把手的需求 就是我想知道說 我 每一次的濃縮用多少劑量 但是如果你在 秤把手的過程中 就是要按 然後 秤完以後呢 你可能過了一下子 這個秤的設定又 回歸到 可能省電模式 就是又回到 要自己按的模式 那這次呢 黑鏡Pro就設計這個模式 叫做 義式把手的秤重模式 這模式怎麼用呢 很簡單 到這個狀況 25秒出現的時候 就把你的把手 放上去 然後呢 就秤出 歸零以後 就把把手的中檔記住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去 磨豆子 然後放回來 它就會 反映在 秤面上 這是20克 18克 OK 那好玩的地方就是 這個模式 一旦固定住以後 基本上你可以不要管它 就是可以一直放著它就一直在這個狀況之下 它不太會有 重新 開機關機 重新設定的問題 所以呢 你就可以一直不斷的 使用 很忙的情況之下 分 萃取完後倒粉 放回去的時候呢 它就是一直呈現在這個狀況之下 OK 那這個過程之中就算 我去磨粉的時候 不小心摸到 摸到 它基本上是不會有 跳出來的問題 不會有歸零的問題 你可以看 我不管怎麼按 它就是在這個模式之內 那我的 記住的我的 把手中 也是一直在這邊 所以呢 它就很方便 就是你不用擔心說 我會做到一半 碰到 或是又重新歸零的問題 OK 放回去 它又 回到歸零的狀況 如果你對於 襯把手也是需要的話 這功能 可以符合這個需求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些功能 像這個功能也可以使用 譬如說 我是喜歡做掛耳包的店家 我也可以把它拿來做掛耳包 因為 當我把掛耳包 跟我的殼下面會有一個 一個 容器上面掛掛耳包 每一次我去裝掛耳包的粉量的時候 它都是處在一個歸零狀態 所以 這個功能其實挺方便的啦 就是當你要做一些 Return性的 一些 秤重工作的時候呢 它可以幫助你 做到一些事情 OK 好 那這個就是這次的 Hedging Pro的一些 改版了 那我們弄明白以後呢 我們就來測測看 就來思考一下說 如果我們今天買了Hedging Pro 我如何利用這個流速的功能 讓我的咖啡變得更好喝 OK 那我們先用這個現在這個模式呢 是自動的 手沖模式 OK 所以我們可以把東西 全部都放上去 然後呢 豆子我用20克 OK 我先磨好了 好東西都整理好以後呢 我再按開始 OK 然後都整理好了 好 按這個鍵 它就會 3 2 1 一給水下去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 自動計時的功能 那待會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 其實跟你平常的給水差不多 但是呢 這一次我們把我們的專注力 不要光放在我的 充足的 整體的數字上 譬如說 這一段我要從 40C充到180 對不對 我可以設定一個你要的數字 譬如說我希望這一次的 整段的給水都是4克 那就盡量的 觀察這個流量的部分 然後以4克的方式維持 OK 這種方式呢 稍微專注的看一下 其實對於你的整體充足 我已經都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 OK 我們來設一下 好 直接給水不用按了 好 我們先做悶針 好 悶針 2 3 繞 兩圈 回 中間 OK 好 悶針的情況之下呢 一般來說 實話說呢 它是比較難 穩定到一個 比較穩定的流量的 因為呢 悶針的時間非常非常短 而且你要很快速的繞圈 所以我學長是建議各位啊 悶針的部分呢 你如果 來不及看你的流量的部分的話 稍微不管它 比較無所謂 因為它的C數很短 你不用去 這麼辛苦 但是呢 第二段開始 你就可以開始 認真的來看 待會兒學長目標就是 以4克為主 我們衝到180 OK 悶針時間結束 好 目標4克 OK 專注的看著你的 給水 OK 大概瞄一下 可以看 我基本上呢 都是3.9 4克左右 不會超過 還蠻準的 當然你的數字會一直變化 所以呢你也不用 一定要盯得非常非常緊 就大約 應該在4克 上下 來 移動就正常 180 收一下 然後下一段呢 我就是目標 可能尾巴需要乾淨一點 我就以5克為目標來繞圈 等它流完 可以看到粉塵 非常的乾燥 這個濾泡法做得很好 好 這一段我們以5克 為目標 所以我的水一定要大一點 5.5 OK 往外繞 維持繞的時候有維持 大概5.5左右 5.5左右 然後繞到300 來 好 收 大概是5.5左右 可能比我預期的再大一點點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流量功能呢 就可以 幫助你去思考一下 我剛剛這個給水 好像比我預期的大一點 大概是5.5左右 那第一段覺得很好 第二段可能會大一點點 但這時候呢 我們就來搭配 平穩的 環節 就可以來推敲說 應該怎麼樣 來充足會更好喝 我們先來喝一下 然後 OK 覺得第一段的果酸 其實 挺好的 酸甜平衡 那這個時候大家可以來想一下 如果呢 我希望 我的酸味再強一點的話 可以把我的第一段 剛才是4克 目標變成4.5克 或是5克 你的整個酸質 會整個 增加非常的多 那第二段我剛才是5克 對不對 我覺得 5.5克 尾巴是 還挺乾淨的 但是Body呢 好像略為少了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希望Body再多一點點的話 可以考慮 就把水再放小一點點 那流量機的功能呢 其實就是 這樣子使用 然後去做思考 當然我們不要 強迫自己太 拚命的說 一定要那個流量很準 其實它大概有一個正常的正幅 你看得出來 在這個正常正幅之內 都算是 蠻好的給水 但是重點是我們整個大方向 譬如這次是4克 往5克走 或是往3克走 就會影響到你的整體風味囉 OK 所以呢有流量機的功能 對於你的 精準度啊 一些 充足的方向呢 其實有一些幫助的 那我們今天關於 黑鏡Pro的一些 開箱 以及這個流量的思考 就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拜拜